接下來就要進入這邊真正要交的東西 電功率 電功率 我們以前有碰過個問題 燈泡誰比較亮 當時沒有交電功率 都假設燈泡都一樣 看誰的電壓大 誰的電流大 誰就會比較亮 但實際上燈泡比較亮 是要看誰的功率大 不是看誰消耗的能量多 一秒鐘消耗一焦耳的燈泡點亮10秒 就消耗10焦耳 一秒鐘消耗3焦耳的燈泡 點燃3秒鐘消耗9焦耳 10比9大 但是 你把兩個燈泡一起點的時候 乙會比較亮 因為乙在單位時間之內 轉換能量比較多 假比較少 所以 真正去要問 哪個燈泡比較亮 你是要去算誰的功率比較大 誰的功率比較大 那個就會比較亮 那功率呢 我們學過啊 功率我們學過啊 這公式以前寫過啊 能量處理時間啊 一秒鐘 做工 一焦耳 功率叫做一瓦克啊 這以前學過啊 p等於t分之一嘛 一秒一焦耳叫一瓦克 這個公式我們以前教過了 以前學過了 我們以前也算過了 算 什麼 做工啊 然後動能啊 然後衛能啊 然後問你功率有多少 這我們以前教過 這功率以前就教過了 而且這個公式是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的 任何情況之下 你想問我 功率有多少 一定是這樣做 功率處理時間 對不起能量處理時間 多少能量多少時間 算出多少功率 這個公式 絕對 每一個功率都可以這樣做 可是我現在在算電啊 我在算電啊 我平常在看電的時候 我量的是電壓 量的是電流啊 量的是電阻啊 所以我應該有一個 跟電壓電流 電阻有關係的公式啊 啊那什麼關係呢 就是把前面 前面不是要有一個電能公式嗎 通通怎麼樣 處理時間 電能公式嗎 ITV啊 通通去處理時間 除完以後就變這樣 電功率公式 這是我的電功率公式 所以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就有一個電功率公式 電功率公式 好第一件事情 這三個公式 只用在電功率 只有在算電的功率 只能算電 啊 P的IV的I平方R的 V平方R 第二件事情 第一個公式沒有電阻 第二個公式沒有電壓 第三個公式沒有電流 就是為了適應不同的題目 這個題目沒給電流 那我就找誰 第三個 V平方R 這個公式沒給電阻 那我就不要了 沒有電阻 我就是第一個P的IV 來這樣 為了適應不同需要 你也可以不要背 你也可以通通不要背 背背怎麼辦 回到以前 古時候 功率 P等於T分之一 T分之一 背 I等於T分之Q 背 V等於Q分之一 背 V等於I 往裡面帶 去球 所謂的解連力 為什麼就一邊就找得到 所以 這些公式從以前的公式變來的 你不背它 沒關係 你都回到以前 從後來 也可以喔 也可以 但是它背起來比較快 所以第一個 對方剛才要背好 未來我們做計算 就是在算電功率 然後呢 算出功率 答案就出來了 每秒鐘產生或消耗多少焦耳 就是問功率 如果提供要問我一分鐘的能量 那麼就一乘以60秒 功率就一乘以60秒 就是我的答案 所以未來我們都是算電功率 如果需要能量 我就乘時間 這就是 電功率的公式 請你把它記清楚 請你把它備好 OK